中科院转让联想股份流失了13亿国资 司马南 独立学者 社会评论家 中国反伪科学代表人物 20世纪莫因揭穿神工骗子而已于江湖 以上是百度百科对司马南的介绍 11月初 司马南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中科院建卖13亿国有资产白送泰山会 此图截取自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2011年度29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证文部分的第一页 第一 2009年9月转让时 净资产肯定大于2008年底的净资产 首先 笔舍相信联合资讯的专业度 所以两个数据应该都是正确的 之所以会有明显差异 是因为数据口径不同 因为少数股东权益所涉及的净资产 并不属于中科院 中科院有钱转让的 只是属于自己的那77.18亿元净资产 司马南为了证明中科院借卖 还给了两个辅助证据 但这也是指责国资流失的人常有的失误 就是拿后来的价格评价谈判时的价格 有时光穿梭机资要记载 泛海控股和中科院的股份转让谈判 实质性的谈判在2009年4至5月 比如2017年8月 中文在线发布公告 计划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购买对象为上海陈之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后来 微博精密完不成业绩承诺 导致安节科技商誉减值近30亿元 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了巨大伤害 这两个例子涉嫌的都是通过高估交易资产 不当利益输送 联想控股或其他国资转让案例中 被指责的都是低估交易资产 也就是国有资产流失